本所于111年12月29日18时许 接过被害人王楠报案 称停放于男子江湖区绝运站旁的自行车召窃 王楠称当日上午7时许将自行车停放于自行车顶车格内 但是没有上锁 赶着搭捷运至全校上课 放学后要骑车时却发现自行车不翼而飞 警方调阅原先之监督系统 很快锁定一名男子为窃嫌 因其在捷运站周遭徘徊 行迹可疑 且一手骑车一手牵车制画面太过显眼 已能感神乎其地 警方在继续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 循现锁定窃嫌身份为89岁谢男 承办原请差异 其竟然可以做出边骑车边牵车之高难度技巧 令警方感到不可思议 警方于112年1月10日通知谢男道案说明 谢男道案后对于所犯罪行失口否认 但警方所提影像证据确凿 警方查够该自行车后发还与废害车主 警方询问后将谢男依切到罪嫌 谈请台湾潮州地前请征办